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至于 1月25日 当魔鬼以异乎寻常的苦来攻击和骚扰人时 会选择在夜间工作 您看过《大法师》或《驱魔者》这一类的电影吗? 这些驱魔题材的内容多数是以负面的手法 叙述人生命的黑暗面 因此被恶鬼利用 从而祸害自己及他人 为了炒高收视率 在续迹中有许多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甚至拍摄现场发生许多灵异现象 或是演员表示 因为拍摄的关系 自己晚上经常会做噩梦 看这类的电影 只是为了娱乐 或是能够为人带来深度的生命启发 这句自语所说的苦 能够理解为苦楚 受魔鬼攻击或纠缠的人 在身体、心理及灵性上痛苦不堪 文中的夜间 原文的自语是指物理上的在黑暗中 相对于白天的光明 当魔鬼来攻击或骚扰人时 他更喜欢或他宁可、宁愿在黑暗中工作 在灵修生活中 人会面对个人的软弱、诱惑或是罪 许多时候难以向他人启齿 保守秘密就成了人生命中的黑暗角落 这些事情就会容易被魔鬼攻击 神超第326条说 同样 当人类的仇敌 以诡诈的诱惑注入人心时 他也愿意人接受而保守秘密 倘若人把这诱惑揭露给一位贤民的听告思夺 或认识魔鬼搅计的神修人 魔鬼必狼狈不堪 因为他知道 鬼迹一被揭穿 他的阴谋便无法实现了 在信仰生活中 您是否有灵修陪伴 灵修辅导 或指导者 他会帮助您 看出自己苦楚的根源 并且陪伴您走出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